報導 而近年來園民會 是激進來推動族語相關政策 在立法院也使用了 原住民族語進行業務報告 最近也有園民的立委 是用園民語來質詢 都是希望園民的語言 可以受到重視 而在三地門鄉的鄉長 在近期召開的鄉待會 第六次定期大會當中 也首次全程使用 排灣族語進行施政報告 排灣族語老師也進行即時翻譯 三丁门乡待会第六次定期大会中 三丁门乡长沉默勒塞首度全程 使用排湾主语进行施政报告 代表们可以透过耳机 听到排湾主语老师进行的即时翻译 画面透过网络直播播送出去 我们很多年轻人 在内主语基本上是需要加强的 希望透过这一次乡长演说 希望能带动我们一些部落的年轻人 可以在主语方面可以去更做的精进 更做的学习 在我们这个六十几年之以后的 真的是不太会讲我们的主语 所以我很鼓励加异的族语 所以我们要鼓励现在的青年学者 多多学习我们如海话 乡长沉默勒塞表示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本 他希望从自身开始做起 鼓励年轻族人学习自身语言 让文化能够延续 沉默勒塞进一步表示 公所未来将持续推动族语附证工作 营造更友善的族语生活环境 建构更多元的族语学习广告 让原住民族的语言 能重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原始讯文歌手 评论三里们采访吧